我的嘴唇咧 給我個嘴唇好不好 好 通常都要這樣 真的 我覺得 哈囉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關小雯 居然來到這裡我真的是非常興奮 我今天是美濃 又美又濃妝 美濃來了啦 三個形容材質我今天的造型 就是 又帥又美又前衛 我真的嚇到了 我在正式進軍時尚界 謝謝L幫我開啟這個大門 我的英文名字也是 Eason在改名叫L L關關 大部分的時候是覺得說 天哪他們竟然會知道我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說天哪他也知道太多了吧 我也覺得蠻感動的 原來以前採訪別的時候 做很多功課是會讓別人感動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 要很認真的聆聽對方說的話 因為其實我有看過很多人 或者是我自己在遇到的時候 就是可能在採訪的時候 會不小心分心 然後你就會忘記別人講什麼 你一直顧著你下一題問題 還沒問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天哪那我要繼續來問下一題 可是如果說你可以聽他的話 然後從他的話裡面 去延伸出你想要問的答案 然後重點是你要非常的 真的是感同身受 就是聽別人講故事的時候 也是這樣 就是你要把你全身滿全都打開 然後他們講完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講話故事裡面的感動 讓人家可以沿著他的故事 去詢問他更多問題 這樣子 我其實通常不太反擊他們 因為我後來發現一個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說 你花五分鐘去跟不喜歡的人聊天 不如再花五分鐘去跟喜歡的人聊天 就是他們其實反而會很感動 天哪你看到我在留言了 像我覺得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大部分是我覺得幽默感 可以化解這一切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很深喔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 都在說要如何做自己 可是我覺得我活到現在29歲 我根本從來不覺得我在做自己 就是我一直就是 我想要怎麼做 然後不要影響到別人 我就這樣去吧 可是直到這幾年 因為這個名字太氾濫了 然後開始有人說 幹什麼你可能做自己耶 我就蛤 什麼意思 後來我就想說好吧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做自己 可能就是忠於自己 就是你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你就要盡全力去做這樣 然後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的事情 你就不要勉強自己 因為你的假笑或是你的不開心 其實都是會被發現的 哈囉L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關桑 我們會出現在L的7月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還有分享 還有按讚 就可以看到我喔 那麼順序 太 requ了吧